有一個古老的傳說 說的是關於勇氣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黑暗的時代 代構出現在人與人之間 天使唱的這首傳說故事 傳達了非常多的訊息跟密碼在裡頭 這首歌的歌詞是尤惠老師很精心寫的 你會發現它是一首回文詩 一個句子的尾巴的字 跟下一個句子的頭是連在一起的 我在中間加入了合唱 就是台上除了大聽使之外 還有其他後面幾個小聽使跟他一起唱 好像你會覺得他們在進行一種邪教的儀式 事實上他講的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傳說 所以這選手歌寫得非常具有神秘感 然後你不知道在哪一個時空題 我們會把所有好的詞都放在天使身上 然後它的相對就是惡魔嘛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這個角色就好玩了 是不是一定是一個很和善的人 然後他一定是一個我要幫助你 還是我要摧毀你 還是我真的要給你一些什麼 還是我要收回一些什麼 他現在可以讓我想到的是 他有太多的可能了 天堂邊緣真的你每一年在看的時候 我發覺他裡面有太多的層次跟面向 歡迎你們來劇場看 因為會很神奇的發現 這些不同的面向剛好恰恰的 就與你們現在面臨的問題 可能有一些相似之處 所以另一天以為你們還是攻易 άλ immigrant人 录の約翌日 雙方 Ell台灣真禮és 我們昨天的角色 阿楊 我一務蒙 我們這個角色 attaching spiritual